加州将于今年7月开始强制各大公司执行带薪病假的新法规 为了协助企业雇主们了解2015年相关法律 华兴保险将举办四场工商税务跟劳工法做谈会 希望可以帮助雇主们详细解答相关问题 在过去的10年里面 华兴保险每一年都在2月份的时候 开始举行一连串的讲座 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今年我们知道说 在税法的部分有很多改变 因为跟ObamaCare有关 那实际上在劳工法的部分 有一个最大的改变 从7月1号2015年开始 员工做满了工作30个小时 不管他是full time还是part time 他就可以赚一个小时的带薪的病假的这个时间 那这样子的法律的话 到底该怎么样执行 然后很多雇主都有一头的雾水 那当然了 这个这个我们是在讲的 什么样的人要给over time 什么样的人不要给over time 那以及呢 今年这个最低工资也有所调整 那在今年是不是在某些特殊的行业 某些特殊地区 他们的基本工资也有所调整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我们的赖律师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Kenny谢谢 其实今年大概是劳工法这个改变是最大的改变 我们跟华信保险办这个座谈会 劳工法的座谈会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 今年大概是最精彩的 他精彩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病假 从7月1号开始15年所有的加州的雇主需要提供病假给员工 他这个病假其实是有一点复杂 他雇主必须要开始了解开始准备这些 他怎么来提供资料 怎么来提供这些病假 我只知道从1月1号开始 每一个雇主需要提供就是贴这个海报 他就是病假的海报 他华信保险有提供这个大的海报 是的所以说不只是这个劳工法再税法 很多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改变 但是呢大家都了解了这改变的过程之后呢 在执行的层面的话 有的时候就比方的最简单一样东西 怀孕的妇女生完孩子之后 然后回来上班了 那他的如果就哺乳的就需要 那公司要提供场地给他 大家都知道 很多老板就会问到底他在哺乳的这个时间 因为哺乳一次可能要半个小时45分钟 一天要两次三次 到底他这个时间算上班 还是不算上班 我应该要怎么样做 才是完全合乎法律的这个规定 免得这个今天公司受到了 就员工觉得说有不公平的对待 或种种的这些 这个歧视的这些事情的话 就麻烦你们会注意我们 后面一连串的讲座 从2月26号开始的讲座 我希望所有的老板都能来参加 能够要知法 收法 再能够在这个生意的场上 才能无往不利 谢谢大家